宇宙的奧秘 誰可以代言中間的橋樑 達成天文學家 還有天文台 從今年開始 大家記得參加帶領到 鹿林山 來看看郭文中央大學 在這裏所成立的天文台 還要專心看 帶點看天文台 有許多之歲 比方說 還在這裏有了最大的望遠鏡 同時它的望遠鏡的密度是最高的 透過這支天文台 還發現了最多的行星280顆 其中兩顆是台灣命名的 就叫做洛林河中大 還有這地方命點最齊區 最重要是個綠色的天文台 又節能又吸水呢 台灣特色的聲音就是沒有錄 完全之間沒有錄的 給我答案沒有急 請問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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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塔塔家 進入玉山國家公園 一般人必須經過升級 才能入山 少了規法的破壞 成為建立天文台 最適合的地方 我現在站的地方呢 在當年可是連路都沒有 現在幾碗路已經開出來了 不過到這裏呢 車子還是看不上了 所以接下來 我們還有600公尺的山路要走 沿著陸林前山往上走 玉山主峰就在面前 到達陸林前山山頂 已經是海拔2860公尺 陸林天文台就坐落在嘉義縣和南投行的交界 整大就有大大小小的觀測儀器 要穿全球最緊的天文台 陸林算是往上 陸林天文台在2002年 啟游這台一米望遠鏡 口氣不大 但因為台灣特有的地理條件 使得小型望遠鏡照樣 佔著觀測上的優勢 雖然說一些大型望遠鏡 那他們的去觀測就蠻好很多 可是他們能夠觀測的時間 一般人能夠申請到的時間 表索可能就比較短 而我們雖然只是比較小的望遠鏡 但是我們卻可以做很長期的觀測 因為畢離位置 連大望遠鏡都沒有辦法看得到的地方 台灣卻能看得見 這時的陸林天文台 成為台灣唯一開放國內外 進行任務觀測研究的地方 與國際的交流計畫 也都在這裡進行 但天文台贏餘一隻 抓的數字也很天文 我們雖南就是大學裡面 一個研究所下面的一個實驗室而已 他需要很多來自於學校 來自於老師 來自於像國歌為嘉義部 他們的支持是有辦法維持下去 天文台現在還要求進二女望遠鏡 預計2009年完成 在氣溫10度的夜晚 鎮長只穿了一件保駕客 畢竟這樣的氣溫在高山上 已經算是很舒服了 在這個領域裡面 其實是有很多的事情是可以做的 或者說是做不完的 發掘不完的 所以我們能夠在這個地方 其實是我們 任了一個就是 任了一個就是 其他天文人的一個夢想 新木的奧秘 這是這一群天文學家 甘願待在山上的理由 他們要透過 陸林天文台 帶領台灣 配上跨國的天文研究中心 帶一次我們無盡001 預生物理天文台報導 剛剛有一張星球 有一圓圈 那個就是土星 土星 那剛剛那個天文台 是我以前在上班的地方 所以以前上班去那邊 就是開車開到三角下 然後最後還是要走路上去 在那邊 晚上在 蜜蜜的時候 都有聽到 剛才有些聲音 那個黃鼠人跑進來 黃鼠人跑進來 黃鼠人跑進來 他要吃米 那裡有食物嘛 所以你的蜜蜜的時候 你那一塊都去幹活出來 沒有你那邊聽說 你的蜜蜜就說沒有了 很難度這樣 所以在那邊上班 是很有趣的 那邊海拔2800公尺左右 所以有的人 就去那邊塔塔家 去走那個 陸林山 或者是林子山 去那邊背山山 沒有這樣 那邊背山的人 也可以去那邊走 那邊的自然生態也不錯 那邊的自然生態也不錯 好 再看一個小段 後來呢 曾帶您到 這一個非常特別的路 的這個路 林若在科學 提了天文台的示範 因為這地方 不但要離開了 我們 初春月晚 天色暗的池 但此時的星空 已經隱約可見 再等天色轉暗 入院後的 陸林天文台 就是這一步景象 沒有錯 伸手不見五指 陸林天文台 雪在海拔2800多公尺的溝身上 就是要遠離山下的光海 連天文台的觀測站 每個盆窗 也都裝起了黑色布幕 就是不要讓任何一絲的光線 影響觀測 地點轉換到身下的玉山國家公園 自然的車燈 直接向外駛 馬路上還有另一種光源 就是每300公尺就有一個的路燈 這些看起來無傷大雅的光線 卻足以對望眼鏡產生干擾 原本可以觀測到光雲 一個來自地面的燈光 就把心體的微弱光線全眼蓋住 也讓寶貴的能源浪費了 照明原來的目的是要照亮地面 方便我們一常生活 可是如果我們照明不好好設計的話 我們的燈光 像四面八方照射的話 那一半的能量都三四百元進過去 浪費燈光不但沒有用到照明 而且還造成很多的路燈 其實燈光管制也不困難 只要讓每個光源都附近其中 不必要的能源浪費就能避免 天文台珍惜的還不只是欣欣 從天而降的雨水也有用處 我們的建築物不管是哪一個建築物 都做成斜坡式的 然後利用五月汽水 就丟到這個水塔裡面 那這樣子的話 在下雨天的時候 我們把雨水收集起來 等到汗幾個都可以用 就連因為台風被打壞的水塔也沒浪費 天然的出水槽 把雨水通過水管接進水塔裡 提供緊急時的消防用水 陸林植物台除了白天高盛上的 科學基地 還堅固了深水和稀能 堅持要動環境去不平衡 打造一座綠色植物台 大家希望 至於001 律山陸林植物台報導 好 好 剛剛那就是老師以前上班的地方 所以 以前那邊沒有電喔 後來跟台電申請一個門牌號 台電才要拉電上來 以前那個沒有門牌號 台電那個地方就不是他管的 所以以前上去看星星 要自己背發電機 帶一個柴油 晚上發電 這樣子才有辦法 讓網路已經可以動了 所以以前看星星很辛苦 後來申請那個門牌號碼以後 台電就說 好這個地方我可以拉電上來的 後來才有電的 那裡面也有講到 我們剛剛講到 下個月12月13號有流星雨 那流星雨要去哪邊看 燈光掃的地方嗎 我剛剛那邊有講到 燈光的設計 如果往天空照 燈光的設計就是讓我們看地上不會跌倒的 如果你的電燈是往上照 天空太亮星星就看不到 而且地面上的照明也減弱了 這樣有一點搭配能源 所以我們路燈的設計 對關星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說這邊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回到這個火星這邊了 這個民國65年的時候 之後有發現這個火星上面有一個火星人的臉 當時的太空船就是拍到這張照片 就一直大家在討論說 到底有沒有火星人 這張很像我們人的臉吧 把酒就在這裡嘛 平啊 嘴巴在這邊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說 哇糟糕火星是有火星人 大家都在吵 啊這個是小時候的外星人 都像這樣嘛 剛才會你的名字 PT嘛 他的手機這樣跟你講話 我們就知道他在想什麼 好 後來呢 再去那邊看一下 發現說 哇原來很像火星人的臉 這個地方 原來只是一塊延遲 那太陽光照射的角度 就很像那個 一個人的臉 所以拍起來 那人的臉 後來 欸 近一點看 剛剛 遠遠的兩個眼睛在這邊啊 他嘴巴在這邊啊 後來照相機 技術越來越好 發現 哇原來根本不是什麼火星的臉 只是一塊延遲 那太陽光照射的角度 讓我們看起來 就很像那個 一個人的臉 他們還要取一個名字叫 圓面山 那一個高的名字啊 圓面山 原來只是自然延遲的結構 後來大家又覺得 哇 又沒有火星人了 當時 這個 這個弄出來以後 欸 還有畫很多登山步道 以後去恐星上面可以玩 這個兩個人 太空人 那個登山步道的地圖 在研究說 欸 要怎麼去走這個路線 這個很快就會實現了 這個很快就會實現了 記住 2022年就會有第一批人上去火星 有沒有 7年以後 對 所以 光我懷疑 我們先看他們上去以後會怎麼樣 好 那 過了沒多久 2008年 就是 7年前 我們 科學家派另外一艘太空短 上去火星上面 發現 哎呦 火星的 這個 背基 有冰塊 冰塊 弄融化就變水了嘛 我們在地球都知道 我們一天不要吃東西 不會餓死 但是一天不能不喝水 整個身上有百分之七十都是水 所以我們是水構成的嘛 所以喝水 淋水對我們很重要 沒有吃東西不會死掉 但沒有喝水就會死掉 所以發現水是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今天大火星上面 沒有水沒有東西 這樣一定沒有人要去的 一定要死的 現在發現有水 現在只要從地球想辦法 把這個水桶化 再帶地球的植物過去種 植物會吐出氧氣嗎 欸搞不好上面就有氧氣了 老師剛剛上課有講 火星上面 現在大部分都是二氧化碳 所以去那邊還是要帶那個太空燈灶 還是要被氧氣桶 因為氧氣不快夠 氧氣不太夠 火星上面又發現有甲烷 你們不知道在甲烷上 你們處理那個 有沒有家裡是天然氣的 不是那個氧氣的 不是那個瓦斯桶 是天然氣的 現在新蓋的房子都有天然氣的管線 天然氣那就是甲烷 也是瓦斯的一種 那發現火星上面發現有甲烷 那你說發現甲烷有什麼疑怪怪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很幾年前 電視新聞有在說 有 放屁 就會造成地球 那個惡氧化碳太多 我們放屁 有很多也是甲烷 甲烷跟惡氧化碳一樣 都是溫氏效應的氣體 也會造成那個溫度 溫度升高的一個現象 那甲烷有哪些呢 火山活動會有甲烷 但是我們發現火星上面沒有火山活動 還有剛剛講過 生物腸道裡面的氣體 有那種狼 蛤蚊 蛤蚊乳 蛤蚊 這個生物腸道的氣體 或者是 地露有噴發 就好像溫泉一樣 啊火星上面也沒有溫泉 所以發現甲烷不是第一個 也不是第三個 欸 就原本是第二個 所以那時候 我們發現 不但發現水 又發現有甲烷 那時候大家就在討論 雖然沒有火星人的臉 但是可能會有生物的存在 大家對火星上面的火星人 火星的生物又很感興趣了 所以現在科學家一直派太空轉上去找 到底有沒有火星上面的生物 現在還沒找到 那這一張 木星才有什麼 答案就是這樣 你如果沒睡覺就一定知道答案 木星 木星有多大顆的 它是整個太陽系裡面 除了太陽以外 八大行星裡面 三大顆的 有沒有人知道地球有多大 我們會想說地球有多大 你說這個蘋果就這麼大 這個杯子就這麼大 都看得到 那地球有多大 地球是魚的嗎 我們都會說它的直徑是多長的 那地球是一個圓 它的直徑大概一萬兩千公里 那這是多長的 那這是多長的 一萬兩千公里就這麼多 對不對 那木星的 一顆木星可以放一千顆地球 所以木星比地球大一千倍 所以木星是很大顆很大顆 木星很大顆 那這個不好看 我們看一看 這個很好看 這是由一顆彗星來 去撞木星的 分成二十一個小塊 就去撞撞木星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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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的科本都把我們教 地球的恐龍是怎麼會死亡 被隕石撞擊造成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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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天的雲石去天空 都在頭上 變得死去 不是喔 雲石 每天都會撞到地球 那地球的天氣就產生一些變化 那變化 那動植物都死去 所以生物才會滅絕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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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彗星也是一種隕石 他去撞木星 大家都想說 木星紀念那麼大顆 應該是都 都 撞下去以後 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結果 這個彗星 去撞木星的時候 產生的那個爆炸 是兩個地球那麼大 所以現在科學家就很緊張 會不會有彗星來撞地球 從五六年前 那些電影院那邊 那些彗星撞地球 那 兄弟 上帝也告訴我們 小心末日要來臨 賣車牌感情 末日也來臨 過過了 這個就是那個彗星撞下去了 這個洞洞 就大概是兩個地球的大 兩個地球大 最大的地球 所以說 彗星看起來小小的 但是撞下去 哇 可能會爆炸也是不得了的 啊這張是真實的照片 你看 越來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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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可以猜出 這個是誰拍的 不是啦 這個要到外天空才有辦法 這真是人造衛星過去 接近木星的時候 越接近就越來越大了嘛 你發現你看 木星也會自己轉圈圈嘛 就是這樣 你說木星喔 那是地球的一千倍喔 但是 我們地球 我們這天 有幾點鐘 24小時嘛 啊 啊 木星呢 照你說 越大量的東西 是攝越晚了 但是木星是電球的一千塊喔 所以 他這樣生一人 九點鐘 所以 木星的一天 只有九個小時喔 啊 所以我們 不要搬去木星上面住 一天過得太快了 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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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起來 洗水的時候 還不洗好 久了 就對我快去 好 老師說一句話說完 就準備要下隔了 下隔了 下隔回來 要注意 放著吃水 爸爸就叫我洗得太快了 洗得太快了 就說快睡了 一天過了 過得太快了 所以我們習慣 一天二十四小時了 現在去木星上面 一天只有九個小時 剩下三分之一 哇 太緊張了 所以我不會想要搬到 木星上面去做 雖然那很大顆 但是還有一個麻煩的地方 我們地球 這個平均的土壞 可以這樣搭 木星 全國都是漆氣喔 都是空氣 你會這樣想 太公傳 我就這樣過在木星上面 因為它都是氣體 因為北極下去 雲南極下跌 所以沒有人要搬去 木星上面 它都是氣體 它整個都是大氣層 我們地球的大氣層 大部分都是地上 所以像木星這個 它很奇怪 它整個都是氣體 這個也是它很神奇的地方 像水星 剛剛講過的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這四顆 都有土壞 可以登陸 但是木星 跟古拉圈的土星 他們全部都是氣宜 沒有要到登陸 太公傳沒有要到降落 他們的地管 所以太公傳就是 照著他們這樣子 在做觀察 因為沒有辦法降落 找不到第三圈降落 我們在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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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牧師說 畢業的時候要去哪邊 有人去看會奇怪 去北歐或者是加拿大 北部冰島那邊 冰島那邊 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 有去那邊看嗎 有啊 有啊 那是專家去看嗎 有啊 有啊 有時候遇到冰天 就看不到了 所以也是要看天氣 你喔 在地圖的南美 只有極光 但木星上面也是有極光 啊 所以有的人畢業旅行 或者是剛結婚 都會去看那個極光 極光 現在大概 朝早剛 也是朝早安坐入 平定會發光啊 欸 台灣這個尾都看不到 你大概要 南美極大概六十度以上 你才看得到 那個天上會發光喔 啊 以前的人不知道 以為是天上燒火了 後來是 那個十三世紀 挪威人叫他極光 才知道那個是極光 不然以前認為是天空燒火的 你的體驗會發光啊 那三天不一樣 那是本天的 有彩色的 有人說那很漂亮 所以會想要去看 啊 這張 這也是木星喔 這張也是木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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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就不同 不同的望遠進去拍攝 得到的結果 那這是什麼 藍藍的這個全部都是水 我們發現 木星的大氣層有水 但是你發現 南極的比較多 北半極的比較少 後來科學家就發現 可能是 可能是這個彗星 撞它的時候 是撞南半水 欸 彗星大部分都是水啊 所以現在它 欸 木星的水 但是彗星撞下去 所造成的 所以木星上面也有水喔 它的大氣層裡面都有水 這個是它水分級的一張照片 這樣你看起來 你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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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木星上面有水 這不用陪啦 你不用陪說 就一張星球上面有水啦 因為我們 可能都是一直住在地球啦 沒有人會去護身嘛 對 但是它沒有陸地可以採 這個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喔 都是氣體喔 都是氣體 好 這是一張 天文台小望遠鏡拍到的照片 這顆大量的是木星 啊它旁邊有三顆 四顆的嗎 它是這麼多的 也四顆的 木星有很多衛星喔 衛星就是它的月亮 我們地球有幾個月亮 你看 你說嘛 木星有六十六個月亮 啊有四顆跟大顆 我們望遠鏡可以看到 好 我們再介紹這四顆 你這四顆有些特別的地方 那這個在 如果晚上啊 我們 天文館啊 拜了 晚上一時多到九點 晚上我們小心的望遠鏡 也可以看到這個景象喔 可以看得很清楚喔 所以在木星上面 過中秋節 過中秋節 也不錯喔 一年有六十六個中秋節 一直搬到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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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到 晚上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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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還有空燈耶 很長耶 還沒清掉喔 五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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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嗎 還有嗎 喂 我有聽到 有潮 就沒有潮汐 我們去海邊算喔 漲潮、退潮嘛 都是因為有月亮嘛 沒有潮汐、退潮 你說有什麼壞處 潮汐帶生態是很豐富的嘛 所以生物的多養性就會變少了 啊生物的多養性是我們人類永續發展生存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礎喔 啊剛剛還有講到喔 以後就沒有中錯節了 沒有啊 就是少放假一天喔 現在 有個節日都會放假 旁邊 旁邊 好 這個是木星喔 的第一顆衛星 啊它的名字很奇怪 我們兩個好 木衛 還有一個吧 啊 啊 重點是什麼 你跟第二顆星人 都有很多的地球 這個是發現 它有那個火山吞泉 火山的溫泉 跟地球一樣 有很多那個火山在活動 它這一顆衛星上面 有四百座火山在活動 跟地球很像 所以它的地質跟地球很像 所以很多人也認為說 它上面會不會有生物的存在 因為地質很像喔 來 第二個 木衛二 木星的第二顆衛星 喔 它會發現 喔 這個六位鳳 很像哈密瓜喔 喔 它會發現它 那個地底下面有海的啊 喔 會有水啊 會有水啊 啊有水就可能有生物嘛 所以它會發現 欸 有沒有外星的存在 剛剛那是有很多火山 跟地球的火山比像 啊地球的海底火山口 有發現很多生物喔 喔 地球的火山口 那個火山口四百度喔 四百度旁邊發現有螃蟹蝦子喔 啊黑螃蟹蝦子 那是誰要趕快一趟海底啊 那蝦子螃蝦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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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吸氧蝦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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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蝦蝦�蝦蝦蝦�蝦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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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蝦��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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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也覺得木星的衛星可能有生物的存在 這個也是有海底、有外星底的存在 後面這是木星 就這一顆,它會噴水出來 這是人造衛星快到了,也噴水出來 表示它的海底裡面應該是有水 木衛山下面也是有水,而且是鹽巴,就是鹽水 木衛山,我告訴你,這都很小了 木星房具也能看到 這四顆應該是看不到 但是在中國古時候,有一個人 他的日記裡面寫,他用肉眼看到木星的衛星 但是全世界沒有人要相信 所以木星的衛星這個發現 還是給那個義大利的天文學家前一位拿去 他們拿忘記就看到那四顆小星星 這是一個連續的土星環 這是蔡先生去的 他們要處理一下 那麼木星環,它的變化 好像有一個角度變來變去嘛 因為木星,這個土星繞地球的軌道 跟地球繞太陽的軌道 地球繞太陽的軌道 跟土星繞太陽的軌道不太一樣 所以會有這個角度上面的一個變化 這個是正直的照片 把他做連續拍攝放移出來 這個是太空轉真的去拍 哇,土星環原來是很多很多 細細小小的環構成的 有像土裡的生的烏拉圈 有一個新的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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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慢慢來 有一個新的器材 後來不得了 2009年用那些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這個土星在最中間 土星就是這樣 土星環的外面用那些超大的環 這個環可以放下10億個地球 这是2009年才发现的 因为望远镜越做越好 就发现哇 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真的是很神奇 有一些很奇妙的东西 通过望远镜的这个观测 都慢慢被我们发现出来 土星上面呢 它的背景它的魂 你看绕圈圈 这是一个六角形的图案 一二三四五六 六角形不是圆的 那为什么呢 不知道 1980年到现在还没有科学家可以解释 土星上面的云 为什么不是六角形的在转圈圈 你转快一点都是圆形的 土星自己转一圈十个小时 木星转一圈九个小时 他们说生得很快 不然你们一个问题 刚才在上面的人生得很快 才会打到我 那是谁呢 有坐过飞机出国的几种 坐飞机 很多都有嘛 啊飞机在绕地球也是在绕圈圈嘛 为什么呢 飞机是今天嘛 所以飞机在绕圈圈嘛 啊飞机的速度也很快啊 为什么到那边跑不会晕 会喔 会喔 啊 这个也是回家做的太多 一个人在这里太多 飞机的飞机也很快啊 你的时速嘛 差不多六七百公里啊 你机身还要快 你高你还要快啊 那你绕圈圈 为什么头不会晕 我现在太多了 啊我们现在小小的 我这样感应在那边 四十年我都头晕啊 那速度一定没有喔 飞机快啊 但是为什么头会晕 那飞机为什么到大学不会晕 回去回去想一下啊 啊如果喔 很难体会喔 就跟吴牧师讲 有了毕业旅行就出国 再做一次飞机感觉一下 这个是直接从你的答案就好 啊 不要啦 我变大 在那里面 好 这个是土味 土星的卫星 刚刚讲 木星的卫星噴水出来 土星的卫星也发现了 这个水啊 哦 哦 每一秒噴250公斤的水啊 250公斤的250公升啊 噴很多出来 哦 那这天王星嘛就会上 哦 哦 我们假设这个是太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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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王星也是这样的 嘛 但是海王星的 海王星是很奇怪的 他也是这样的 但是他也自转 就是这样的 自转的 自转的 哦 他都不是站着自转的 所以 你看他的法是这样子弹着的 啊 跟地球 地球是站正正的吗 地球也稍微斜斜的啦 啊 天王星是这样的 不太一样 啊 不太一样 啊 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刚刚讲的 静心转的方向 刚刚 下个还有同学来问 静心转的方向 是跟其他气氛不一样 那刚刚有讲过 可能是被太阳性 刚形成的时候 被撞造成的 那这个呢 这个科学家也是这样想 如果太阳性当初 整个是一起形成的话 他们应该都差不多才对 但是这个 所以很多科学家也怀疑 他应该有被撞过 有被撞过 你看 天文学家发现 天王星的 天王星的 他的卫星也是躺着转的 应该是 刚形成的时候 有东西撞到他 有撞到他 这个人 他是一个英国的科学家 他本来不是英国人 他本來是德國人 他們全家 爸爸媽媽哥哥姐姐 有的是拉小提琴 有的是大提琴 有的是彈鋼琴 他是德國人 他可能是全家都問樂器 他們就到全世界巡迫去做表演 可是在英國待太久了 就規劃變成英國人 所以我們常常講威廉赫希爾是英國人 他其實是德國人 只是說他因為音樂演奏的方式 就在英國待很久 所以就變成英國人 他有什麼偉大的貢獻呢 他就通過數學的計算 因為他那時候有看一個牛頓的書 就是按照牛頓書跟他講的 他去做數學的計算 他就發現說天王星外面應該還有一個星球 叫做海王星 他就用計算的算出來 然後他算出來以後 就告訴那個大的天文台 跟他講說幾月幾號 在某一個天空的某一個位置 那邊一定會有一個星球出現 那一年全世界天文學家都把那個望遠鏡 移過去那邊 哇 這才發現了 所以海王星是用數學算出來的 通常都是不小心發現的 都是望遠鏡先發現的 這個是科學家先算出來 幾年幾月幾號 在天空的某一個方向 一定有一顆星球存在 結果大家把望遠鏡轉過去 真的就存在在那邊了 所以人家說 海王星是用算出來的 所以叫筆尖下的這個海王星 他是用算出來的 但是這個還有奇怪的地方 這個我們就暫時不講 這個是講這個 海王星有一個衛星叫Triton 有一種汽車的名字也叫Triton 我們全世界在賣汽車 因為汽車名字的群呢 都跟天上的星星有的是有關係的喔 像有一種汽車叫Saturn 土星啊 那你現在不然怎麼回來了 那天王星呢 很早 不然怎麼回來了 好 好 不然怎麼回來了 好 好 剛剛講過 最高的兩個是水星 第二個是金星 第三個是地球 第四個是火星 那公共答案 後面幾個就是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那你客氣的時候 老師 因為你幾頭 想到沒 要按照順序喔 飛飛起來 有一個方法 現在要注意聽喔 我們講一道而已喔 第一顆是太陽嘛 太陽很熱啊 所以要跳到水裡面 所以第一顆是水星 啊跳到水裡面幹什麼呢 進行 到水裡面撈金子嘛 所以第二顆是金星啦 水裡面有金子嘛 啊撈撈了金子以後 你撈到金子 我們就不是魚啊 所以要跑到地上 跑到地上 所以第三顆是地球 啊跑到地上以後 整星空灌火了啊 你要找火啊 所以要找火啊 所以要找火啊 所以過來是火星 啊以前沒有賴打 你要找鑽木取火 所以過來是木星 啊木頭燒爛了以後 就變成土了嘛 上升灰燼 所以過來是土星 啊這當初 你拿到金子 金子很好賊嘛 啊金子也乾啊 這時候就可以三天下來了 就是天王星海王星 這個故事就這樣變了 這樣去 你就 我就按照順序 都不會出來這樣 但是呢 好好的科技 老師哪說 我一想揹一張揹回來 我故事還沒變好 所以我告訴你 你就是木頭下面會 等著著門是這樣就好了 所以按照順序就是 啊這一張再開始 比較八大行星的大小 我們假如地球是一 我們就知道水星跟金星 跟地球比起來 它比較小顆 啊火星 火星是超級小顆的 啊木星你看 一千多倍 木星是很大顆 土星也快要一千倍 也是很大量 所以八顆星球 它的大小都不一樣喔 你會發現 火星以內的都是小顆 有地上可以採的 都是小顆的 木星以外 都沒有陸地的 都是大顆的 都是大顆的喔 都是大顆的喔 欸這 要進來 這個好可惡喔 我後面哪邊的同學喔 我後面哪邊的同學喔 哎呀 老師給你拍拖 我就是最大的獎品啊 那你起來 好 這個 這個 這個也有辦法 啊 啊 那睡覺的時候喔 應該都聽過 太陽氣是九大行星吧 有聽過九大行星嗎 睡覺都是九大行星 我睡覺的時候 課本也是說 太陽氣有九大行星 但是現在的課本 都該八大行星的 就是 明光是這顆 不算了 不是下氣了 它不算了 為什麼呢 因為 喔 這顆星球 它的性質 還有組成的成分 跟其他八顆都不太一樣 它比較像 別的星球 所以後來就把它分門別類 把它分成其他的星球 喔 所以它還是得到太陽轉 只是說我們在分類的時候 沒有把它放在行星裡面啊 喔 所以2006年以後 喔 2006年以後 明光星就不是行星了 2006年之前 課本都是寫 太陽氣有九大行星 2006年的8月24號 叫我這樣喔 8月24號 全世界的天文學家 怎麼樣投票通過 明光星不是行星的 來 八大行星啊 不是行星喔 剛剛講過 星星是指自己會發光的 自己會發光 叫我 行星喔 好 這個他們也是在投票 好像畢業旅行要去哪邊玩一樣 你覺得明光星是行星的舉手 不是行星的舉手 然後比賽 最後投票通過不算行星 所以天上的東西也是通過投票 投票出來 像全天空啊 大家有聽過的星座 有一個星座 有一個星座 有一個故事嘛 整個天空有88個星座 這也是人為方式把它劃分出來的 88個星座 但是有12個到底啊 我們等一下公身名獅子座啊 母娘座啊 住女座啊 你算一算總共有12個 88個星座裡面 為什麼那12個比較有名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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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好算命啊 你這樣好算命喔 我講你也是有地的 為什麼基督徒不能算命的 好 原因是因為太陽在天空走的軌道 太陽不可能 太陽在天空走的軌道是固定的 所以88個星座 它只有經過12個 當我們出生的那一天 太陽走到金牛座 我們就說你是金牛座的 當你出生的時候 太陽走到雙子座 我們就說你是雙子座的 當你出生的那一天 太陽走到獅子座 我們就說你是雙子座 所以我們的星座 是跟太陽在天空中的位置 是有關係的 所以太陽只有經過那12個 所以那12個就比較有名 對總共全天空有88個 但太陽只有經過12個 那88加12剛好等於100 這有沒有是一個巧合 上庭安排 我也不知道 88加12就是100 這是一個小故事分享 這個在日本 就是這個禮拜日叫做制藥日馬 太陽日馬 日藥日馬 禮拜六 Saturday 這個制式跟土一 Saturday 是有關係的 所以土曜日馬 禮拜一 Monday 你在 整個Monday 整個Monday 在家裡 就是Monday 月曜日 在日本 在日本 不管去日本 西班牙 德國 全世界哪個國家 禮拜一到五 日人念法 跟金木水火土 都是有關係的 因為以前的人 他沒有投標 沒有計算時間的工具 他就發現說 天空中 有八大行星在動來動去的嘛 所以他就以那個為基準 不是八大行星啊 就是太陽 月亮 金木水火土 這七個東西 眼睛看得到 每天的位置 都不太一樣 所以全世界 剛剛好 都把那七個東西 拿來做 時間的一個計算 所以 不同的那個 禮拜一到 禮拜日的念法 都是跟這七個星球 是有關係的 這七個星球 是有關係的 一個禮拜為什麼有七天 因為日月金木水火土 來 我們到家 搞什麼 我們剛剛介紹了老師 以前在上班的天溫台 還拔2800公尺的地方 那上面除了星星以外 也告訴我們說 那個燈光不要往上照 12月13號有流星雨 如果你要看的話 可以注意天溫台的訊息 體力比較好的 當天可以到天溫台來看星星 那你的燈光是炮燈的 你也可以去你燈光看 12月13號 然後晚上10點 正頭頂看 一直到天亮都有 那今天介紹的奇妙的星球 最主要是告訴我們說 太陽系裡面八大行星 每一個星球它的特性 它的樣子 它的組成成分都不太一樣 這個也是我們生活的一環 那排頭就可以看到那八大行星 所以說那個跟我們的生活環境 也是有關聯性的 所以這個學情天溫 其實是要告訴我們 去注意我們生活周遭的一個環境的一個變化 哦 校長加多啊都比較 学家 想說 好 謝謝